民国94年一名刚出生的男婴 被弃制在瑞穗乡富民村 阳姓杂货店的门口 阳姓夫妻发现之后 抱起男婴通报警方来安置 而事隔15年 当年遭弃养的 由社福机构出养美国的男婴 现在已经是15岁的少年 特别写了封信来表达谢意 而信件透过出养机构 以及凤林分局 辗转送到杨先生遗孀的手中 伯老太太相当的惊喜 也特别祝福 而且叮嘱少年要用功读书 做一个好人 从警方手中收到了这一封感谢信 15年前夏天的清晨 那时发现遭弃制在家门口 难应得经过 清晰浮现在伯老太太的脑海里 早上四点的时候 他说叫我 我是巴奈啦 巴奈 巴奈 赶快起来 在外面有婴儿 这样 那个阿公骗我 我想这样 出去的时候 真的有婴儿 我现在没有手机的不耐人 还有雪 也 一直动一直动 这样没有 没有盖起来 拿那个衣服 很多衣服要盖起来 拿个娃娃 民国94年 朝气被养老先生夫妻两救的男婴 经警方交由机构安养 五岁后出养到美国 时光飞逝 当时的男婴现在已经是15岁的少年 他特别写了一封信 感谢当时养老先生夫妻两的救命之恩 他已经长大了 我一直看 一直看那个相片 然后 他说什么 有机会的时候 到台湾要看你这样啊 那时候 我到的现场我就 打开看 里面有一个索酌 有一个索酌 然后把那个索酌弄一半 一半在里面 一半没有 没有 就是 没有没有看到 一半 他被 被那个当 可能是他的妈妈带走了 飘扬过海而来的感谢信 透过了警方 辗转到杂货店 伯老太太手中 向代表林玉芬用足语翻译 信件内容给伯老太太听 也得知了男婴名叫Sam 喜爱篮球 还有一只名叫Boba的爱犬 而且也有来自台湾的手足 Sam也在信中透露 希望能够来到花莲 跟救命恩人见上一面 他现在15岁了 在那边要好好读书 要听那个父母讲话的 不要学习那个很坏的动作 就好了 说到少年的感谢之意 伯老太太 再惊喜也十分感动 他也特别鼓励少年 要好好读书 孝顺养父母 更是结成欢迎Sam 以及他的家人 有机会 一起来到花莲游玩 记者是玉兰 瑞翠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镜头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